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今集哪里都有阴谋 虽然许途透露过 预计TVB今年下半年会落盈利 但仍然需要增大投资制作 虽然有一班人说TVB很快就继续了 但说了N年,甚至 前来自有方,昨天看见一篇报道 有指说将会引入内地新机构股东广东证券 详情不分享 反正我自己说完之后都不明白 总之报道指今次的集资总共约有1.09亿港元 集资会用在作为一般企业用途 包括集团和内地串流平台的合拍剧 TVB预计会在今年下半年 开拍制作10套剧集 正好为制作提供营运资金 除了合拍剧 TVB还有很多搞作 例如香港小姐和香港先生 昨天看到2022年香港小姐竞选 曾志偉的访问 他指希望今年服尝 可以吸引到更多海外的佳礼报名 之前因为疫情影响 承认选择上不多 希望今年有更多高质素的参赛者 据闻今年已经挺大手笔 每两位佳礼就变成一组 分派到不同的地方拍摄外景 相信应该谈到赞助 会不会是合作开那间航空公司呢? 这些全部都是非天爷爷乱估的 我就比较黑心一些 但会不会又有这个退选潮呢? 昨天机招玩新意 请来清一色的男艺人宣传 包括黎洛义、袁伟豪、朱敏翰、丁子朗、孔德燕、黄亭峰、黄亦登、 柳仲鹏、曾展望、李以臣 相信这十位艺人都会是TVB 重点发展的男艺人吧? 顺带谈谈谈黄亭峰 他自从在OPM 之后 感觉上好像少了一些作品出街 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在OPM 都做得OK、有帅子 可惜之后好像无论在剧集、众艺都无以为计 差点担心他会不会离巢或入冰箱呢? 昨日两相机招,算不算是派了定心丸呢? 即是派给我这一类观众的定心丸呢? 还有,黄亦斌、Hugo 都在场 看来都露了一些玄机 事员有记者问 Lone Line 早前来香港的拍手会 突然之间取消了所谓不可抗力的原因是什么呢? 据问是没有拿到工作证 相信是内地公司的问题 是真的呢? 还是分家的预告? 飞天爷爷今集是真的玩哪里都有阴谋的 由Lone Line 改名开始 就已经间接告诉大家 亚洲超声团这个project 主导的几乎都去了内地公司 会顾及香港市场 根本就不会起过这样的名字 加上后来又加人 又再加人 已经令不少人留意到当中的一些花生位 然后一开二 几乎公告天下 分家一样 很明显 内地公司只想要一队 在内地发展的Lone Line 所以出现了一队专攻内地的Lone Line S 安插三个香港成员 组成的另一队Lone Line V 只是分得体面一点 Lone Line V 是否真的会在香港活跃起来? 现阶段似乎未能说服我 亚洲超声团这个project 感觉香港内地是时候分道扬标 北京受训的也好 上海的一些活动也好 保记错的话 都是没有香港成员 纯粹因为Archie有工作在身 不是真的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忙碌 已经明显不过了 未正式离婚 但今晚我就不回来睡 你也出去结识一下新朋友吧 还有昨天曾志偉的回答 令到我觉得背后没有事发生是不可能的 曾志偉昨天说 或者在香港另外再组队 明明有队Lone Line V 为什么要再组多一队呢? 记者都笑 已经有两队了 会不会有很多队呢? 掌援人自己都笑 2Line 3Line 4Line 他指不想在香港的参赛者 选完之后 什么都没有 辛苦了一段时间 都希望他们不要浪费 所以打算在香港的参赛者里面 做一队是属于香港的 他指有六七个在香港 另外两个在内地 例如鸿恩的儿子张浩廉 记者即时都补多一句 他一定会答应 他很想的 一切还是初步阶段 未正式有答案 但一队正式属于香港的Lone Line 应该都不愿意 但到时可不可以改名字? 大家明白的 好,翻查一下资料 亚洲超声团有哪九位 香港的参赛者? 即是练习生 分别有 闪正峰、张浩廉、文座康、黄奕斌、 丁子朗、方玉庭、欧柏豪、 王兴卓、余中瑶 大家又不妨留意一下 日后是否真的会有一队 完完全全是香港成员的Lone Line 不过是否真的 每一位都适合组团 这方面我有少少保留 顺带一提 亚洲超声团微博昨日出了个post 亚洲超声团一奇生招募 正式开启 16至20岁 例如《拥有偶像梦想的男生》 他括着的 《个别优秀者条件可适当放宽》 当中提到 未与任何经纪公司签约者 上一季有没有这个要求呢? 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很留意亚洲超声团 但以我所知 上一次很多人 已经签了给不同公司 为何这次有这个要求呢? 难道有另一粒的花生? 喂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频道 《诗者让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喔!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但假如你真死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后记得按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是无法救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好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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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